18世纪 俄罗斯大帝派出俄国海军军官白领 让他考察 西伯利亚地区东部的领土 是否与北美大陆相连 与此白领带队考察北太平洋多次 1741年白领 终于发现一个大陆 这就是现在的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这个土地 如今是美国领土 但是在几百年前 却是俄罗斯的领土 俄罗斯以720万美元的低价 把这块国土卖给了美国 18世纪俄罗斯领土 到整个西伯利亚地区 此时的俄国大帝是彼得 他想知道 这块大陆能延伸到什么地方 是否与美洲大陆相连 与此 他派出原籍丹麦的俄国海军军官 维托斯白领 让他考察此乡任务 1728年8月 维托斯白领 到达此地发现 亚洲大陆和北美大陆并不相连 之间有个海峡 但此时白领并不知道 这只是一处海峡 在航行中也未发现陆地 所以很快就返航 以后这个海峡 以他的名字命名叫 白领海峡 回国的白领 经过俄国大帝的批准下 再次出海 1741年6月20日 一天清晨 圣彼得罗号上的白领 被高喊着陆地的呐喊 声睡醒 他们面前有一幅 壮观美丽的图画 地上覆盖着白雪 巨大的山脉 深向魅帝 一座座山峰 这就是北美大陆的阿拉斯加 当时的阿拉斯加 就是一个兵库 除了海狗 海塔等动物之外 没什么可值钱的 就这样好多俄国猎人 陆续到达阿拉斯加 打掠这些动物 并且建了狩猎基地定居下来 因此 俄国拥有了阿拉斯加的主权 并持续一百多年 这一百多年里 俄国猎人把阿拉斯加的动物 快要干掉绝种 1853年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了 英国 法国 奥斯曼帝国 扎丁王国 向俄国宣战 长达三年之久的战争之后 俄国最终被战败了 战争之后 他们开始担心阿拉斯加 因为当时的阿拉斯加 跟英国的殖民地相连 所以俄罗斯开始担心 北美的阿拉斯加 可能会遭到英国的报复而被抢走 这时的阿拉斯加 已经对于俄罗斯没有太大的价值 第一 因为唯一有经济来源的毛皮产业 也不像以前好 给俄罗斯的经济效益很少 第二 他们没有足够的兵力维持这块土地 早晚会被英国或美国吞掉 第三 克里米亚战争之后 国力大幅度衰减 迫切地需要钱财 之所以 他们开始想 让英国吃点苦头 并且也能解决 阿拉斯加这个难题的好办法 反而 这时美国刚打完南北战争 完成国家统一之后 美国经济迅速发展 因此他们要执行 一直想得到阿拉斯加的计划 美国若是得到阿拉斯加 可以包围英国殖民地 可防止英国在北美地区的发展 也试图自己在美洲地区称王称霸 那时他们还得到了 阿拉斯加兵下有巨大资源的情报 于是他们先去找俄罗斯谈判 透露要用720万美元 买下阿拉斯加的心思 因此 俄罗斯要赶紧卖掉阿拉斯加 来换取一部分资金也好 还可以跟美国促进关系 联手对付他们的共同的敌对势力 就这样双方以720万美元 买卖阿拉斯加达成协议 但是进行交易时 美国国民都觉得做了亏本生意 还嘲笑政府 用720万美元买来没用的冰块 甚至有人公开责骂当时的 美国国务卿威廉·西沃德 说是被俄罗斯收买 还嘲笑他说愚蠢的西沃德 但是 到了1880年 阿拉斯加被发现大面积的金矿 这引发了美国人民的淘金热潮 不仅如此 现在的阿拉斯加 还拥有石油 煤炭 铜 天然气等资源 非常丰富 鱼类资源和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 让美国人民幡然醒悟 以720万美元买来的阿拉斯加 到1903年的时候 该地区的年税收约950万美元 此外还上交给美国政府大量黄金 有趣的是 当时要牵制英国 并通过这次交易要建立友谊关系的厄美两国 不到一个世纪之后 都变成超级大国 为了争夺世界霸权 两国展开了数十年的斗争 面向英国殖民地的枪口 反而倒向俄罗斯 这让俄罗斯非常难看 这个交易让俄罗斯 给自己打了一个狠狠的一巴掌